我们跟他缘一样 我们要用我们的精神 我们的文化反攻 那所以第一个我讲 认同 他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们是谁 所以认同对我们台湾人是很重要的 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是谁 第二个就是我经常说的精神的力量 那就是共产党一辈子都想不通的 就是我告诉他说 诶 他们一辈子都想不通说 诶 他们五十年了 他们的那个颅异算盘的是 反正大家妈不再最好啦 对不对 以后屠国人就我管了 他们没想到五十年后 他们对她妈的信仰跟这个尊敬没有一点点改变 我只要讲两个例子给大家听 就是第一个就是 这个他们2003年开始之后 他们又开始第二回合的谈判 那等一下我或许再解释一下这个谈判 刚刚讲1979年 对不对 这邓小平开始跟他们谈判 当然就无疾而终 那第二个阶段是2003年 那2003年开始谈判 各位想为什么 就其实刚刚也有演嘛 对不对 就是2008年的奥运 那2008年呢 奥运开始 全世界都开始注目这件事 中国政府就当然受到非常多的压力 对不对 我这个这些支持人 都在全世界跟各地的政府抗议说 像这样子一个没有人权的政府 怎么可以去办奥运 所以呢 他就为了要假装 为了应付全世界的这个压力 所以他就开始跟这个大家妈政府谈判 从2003年开始 那所以这个 这个谈判开始的时候 那有一个大妈提出来就说 那我想回去 图博 大妈想回去图博 那他们的确 我在想他们可能也有考虑过说 不让他回去图博 或者让他到这个中国来访问 也可以 那当时他们曾经做了一件事情 后来我们觉得是中共故意的 就是有一天在青海 青海这是大妈的家乡 那个地方有一个塔尔市 那那个塔尔市呢 就是 其实就是大妈的家乡 大妈的哥哥 他之容不切就是塔尔市的住址 那所以是淹源非常深 那有一天就传出一个消息说 大妈要回到塔尔市 哇 不得了 哇 数千的那个土博人就涌到塔尔市 你怎么劝他们走 他们都不愿意走 那这个事情是闹得很大 我们大家当时就想说奇怪 为什么会有这个rumors 但是我们后来想 这其实是 应该是中国政府为了测试说 诶 到底土博人对大妈是 会怎么样 这是一个测试 所以当然他们发现说 哦 还是不能让他回来 对不对 这是远远的 还没有到拉萨 还没到那个 拉萨就是这么恐怖 好 第二个 第二个例子就是 这个 土博的文化 其实本来是很淳朴嘛 那但是因为最近这几十年来 中国的这个开放物质 然后中国的这些公立主义 一直不断的侵蚀 所以后来他们就 很多人喜欢穿那个皮毛的衣服 这个是打猎 那么什么毛皮 皮毛啦 就是 那现在大家环保人士 不是都叫人家不要穿皮毛嘛 对不对 好 那他们就一直呼吁这环保 或者是中国政府一直呼吁他们说 啊不要 这个是有违反环保 要保护动物 不要穿这个皮毛的衣服 都没有用 有一天呢 这个大妈妈在那个印度南部讲坊 然后呢 因为那讲坊会 有时候会有一些土博人 从很远的这个土博 真的跑那么远来 要听大妈讲坊 然后大妈妈就说 说哎呀 这个我们土博人 这个要不要杀身 那你们穿这个毛皮的衣服实在是不好 最好把它脱掉 烧掉 哇 刹那之间 千里之外的一句话 传到土博境内 所有的这些土博人都聚集起来 把皮毛脱下来烧掉 那你看这个领想力有多可怕 那结果中国政府被吓到 他还说 不准不准 你们都不准烧皮毛 本来还是希望大家不要穿 现在他们就是到了这个庆典的时候 规定他们一定要穿皮毛出来 参加庆典 就是就反过来 所以各位从这两个例子 其实我只要跟大家讲说 这个或许是中国的这个如意算盘 对不对 中国政府想说 我就不相信你们懂了 对不对 半个世纪过去了 那可是土博人从来没有忘记他们的信仰 从来没有忘记达尔玛 那我再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你各位知不知道 班杰达尔玛有两个 班杰达尔玛的十一世 班杰达尔玛过世之后 那他们就寻找转世灵童 那当时呢 寻找转世灵童的这个team 即使也是他们这个中国政府 跟达尔玛那边沟通 就有一个大的人 不会去找 找到灵童之后呢 他们送给达尔玛 一定是 一定是这样吧 送给达尔玛 那达尔玛这个 选了一个之后呢 他就说 哦这个是这个班杰达尔玛的转世 但是中国政府一听到达尔玛选的时候就很生气 就选了另外一个 就这个是他们一向的做法 对不对 那他选了另外一个之后呢 第一个这个班杰达尔玛就是被达尔玛选中了 真正的班杰达尔玛的转世灵童 就被中国政府绑架消失到现在 到现在我们都所有的这个人群团都还讲说 他是年纪最小的这个政治犯 到现在他已经二十几岁了 但是呢 从来从那个时候到现在 没有人知道他生死 生死未卜 到底他在哪里也不知道 好 那但是我现在要讲的比较重要一个 就是说这个假的 就是说被中共认证的这个假的 不是真的这个班杰呢 这个他现在长大了 那两年前呢 这个他们为了要把他出台 就是中国话 对不对 就是要把他台上台面 因为他也是因为这个过程当中都没有出现嘛 因为有一个真的有一个假的 那但是他们长大的时候 怎样把他台上台面 要不然要这个班杰达尔玛做什么呢 就没有效果 他们想把他变成这个西藏人的 取代达尔玛的一个精神领袖 对不对 所以呢他们就要把他 就他们两三年前就办了一个 什么世界宗教会议 这是他第一次出来 是世界宗教会议在上海 那我们台湾也有不少人去给他捧场 好 就是在那里他第一次出来 然后这几年他就慢慢的 企图希望他能够慢慢的做 就是出到台面上来做一些事 但是有没有用 没有用嘛 对不对 这就是中国 中国一个无神论 一个没有一个 一个这种完全对宗教 要一点点理解 或者是一点点尊敬的 都没有的这种 这种政权的人才会觉得说 诶 我换一个人也是一样 不会 完全不一样 为什么 为什么 就是说今天大家看到他阿嬷 为什么对他这么敬仰 那今天他 就是说为什么 是他这四个字 还是为了什么 就是这完全是出于一个 一个精神上的信仰 对不对 那班杰达尔玛也一样 那如果今天这个班杰达尔玛 不是真的班杰达尔玛 那谁会理他 他走在路上就是另外一个 就是一个普通人而已 对不对 所以这种精神的力量是中国政府 没有办法理解的 那也是什么 也是我要讲的第二个 就是精神的力量是这么样的大 我们不可以小看这个精神的力量 精神的力量也是 现在各位可以看到 屠博的人这么少 他们在流亡的人 大概只有十几万人吧 然后 但是他们就可以在国际上 发挥这么大的力量 为什么 其实也是一个精神的力量 所以这个是中国政府 永远不懂 就是说 人类不是靠着物质能够生活 对不对 他们现在就说 哦中国很强大 中国经济很好 但是呢 他们没有 他们不懂的这个精神的力量 跟精神力量 可以拓展出来的这个 很强大的这种能量 这是他们没有办法理解 但是这是什么 这是我们的 我们的这个优势 对不对 我们或许没有他们的这么多枪啊炮弹啊 但是我们有一个精神力量 所以我一直觉得说 在这里面 我们其实真的学到两个 一个就是认同嘛 我刚刚讲认同 就我们一定要有自己的认同 第二个就是 我们不要这个看 看清我们自己 这精神的力量其实是非常的大 那大家就是刚刚在讲说那个谈判 嗯 谈判的谈判的这个 谈判的事情 我刚刚讲第一段谈判 那第一段谈判当然就是不了了之 为什么 因为就就我要再回来讲说 为什么谈判不了了之 因为谈判从来不是 中这个中国政权的一个目的 那谈判要有目的嘛 对不对 那他的谈判是什么 他的目的是 他就是并吞了你 那他要他的目的这么清楚 他的目标这么清楚 那他如果已经并吞了你 那谈判是什么 他会是敷衍你嘛 对不对 那对土伯仁来讲 他们好像有点被迫 因为他们也没有别的方法 对不对 他们只好加入这个谈判 可是从一开始他们就应该知道说 这个谈判是没有意义的 就像说 这个狗 嘴巴里面的一块肉 你要把它拉出来 把它拉出来 那谈判有结果吗 你说 狗狗我们好好谈一下 你把那个嘴巴里面的肉这个放出来 可能吗 不可能嘛 对不对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那个这个东西 就是说这个本质 这个谈判的本质 已经决定的谈判是绝对不会有结果的 在在图伯这种这种状况之下 跟中国政府谈判是绝对不会有结果的 那这是第一第一波的谈判 后来就没有了 那第二波谈判就是在我刚刚讲2003年 那2003年也是就是我刚刚讲因为这个奥运嘛 刚刚各位可以看到奥运的时候 当然就是全世界都有 非常多的这些原葬人士去抗议说 以中国人权的戒度这么差 为什么让他们办奥运 所以中国政府就受到很大的压力 所以从那个时候他就谈判 那各位当然也可以想象 那奥运办完了怎么样 他就不必谈哦 对不对 所以呢 这奥运办完了 就当然也就谈判就结束了 所以这个这个谈判的本质 我觉得是非常重要 就是说你有什么 谈判通常都是要有一个基础是什么 就是说你要什么我要什么 那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交换 要不然就不必谈判 对不对 也不使啊 我们平常在家里啊 或者是跟谁 谈判都是一样 就是说我有一些东西你想要 你有一些东西我想要 那我们就谈判可不可以交换一下 那大家都得到 就是你得到一些我得到一些 可是在这个图伯的议题上面 是有谈判的空间吗 没有嘛 因为因为一个人全拿了嘛 对不对 中国有全部 那图伯有零 那你要谈判什么 没有东西可以谈判 因为全拿的人会东西给你吗 不可能 所以呢 这个刚刚各位可以看到就是说